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杭州,北京位列前三强,报告显示,2018年移动支付总指数前十强城市为上海,杭州,北京,武汉,重庆,天津,深圳,广州,温州,南京,你的城市上榜了吗? 资料图,礼家,制图,延伸阅读,国外各大购物商场也纷纷推出移动支付服务,前两年去日本时,购物还得用信用卡,今年国庆去日本旅游,大部分商家都可以刷支付宝了,特别方便,还有不少优惠活动,来自陕西西安的河苗感慨,出境游越来越方便了。 真是,手机在手,天下我有,如今,许多人已经习惯在,手机端完成出境游的完整过程,选择地点,浏览信息,规划行程,预定酒店,游玩消费,都可通过相应的手机APP应用程序,完成,为吸引中国游客,国外各大购物商场, 也纷纷推出移动支付服务,电子钱包,走出国门,近日,一段欧洲服务员,学中文的视频,在YouTube,YouTube,一个国外视频网站,上走红,为了更好的,向中国游客提供服务, 该餐厅的服务员,早晨6点就起床学习中文,视频中,一位经理,教员工学习中文,每个词都用英文,类似发音标注, 比如支付宝,被念成Cheerful Ball,没有发票是May you fall or kill,对此,支付宝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套商务中文50句,并命名为蓝宝书,并表示接下来, 还将准备推出法文版,日文版,德文版,泰文版和韩文版,全球免费配送,至常中文交流,使用中国移动支付,已成为许多,外国商家的必备技能,如今,可用支付宝,微信支付的,国家越来越多,据了解,至韩,东南亚是最早开始尝试,中国移动支付的地方, 特别商圈,甚至已经实现,70%以上店铺,都支持移动支付付款,咱们国家的,电子钱包,真的走出国门了,一位网友感慨,便捷多样的移动支付,也在影响着,国人的旅行方式,尤其是为出镜油,带去了极大便利, 当刚过去的11黄金周,出镜油人数,就高达700万人次,有机构根据,国人境外消费数据,发布了全球十大,不带钱包网红目的地,其中,英国比斯特购物村的移动支付比数,同比增长了90倍, 日本大阪道顿,绝商圈,增长70倍,澳大利亚悉尼机场,增长55倍,此外,法国巴黎,奥斯曼大街,泰国曼谷,苏万纳普机场,加拿大多伦多,唐人街,美国纽约法拉圣,韩国首尔明洞,商圈等, 均榜上有名,移动端消费成主流趋势,在全球范围内,移动支付消费,已成为主流, 日前,苹果公司互联网服务副总裁詹妮福贝利, Jennifer Bailey,谈到了苹果公司,对Apple Pay系统的野心, 苹果公司预计,到今年年底,约有60%的美国零售店,将支持其Apple Pay支付系统,在中国,移动支付正如一条中国锦里,让国人全球玩,全球付更为方便。 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中国出境游市场深度观察报告,2017年,中国出境旅游人次超过1.31亿, 且单次形成的消费额全球第一,同时,中国游客更愿意通过数字渠道, 而非使用现金来完成消费与支付,移动支付,已成为45岁以下游客的常规。 最负款方式,平均使用率为43%,今年国庆前夕,全球移动支付十大机场,十大商圈,十大中国城,十大奥特莱斯,联合宣布旗下热门商户,超九成支持支付宝付款。 中国游客来了,可以不带钱包,更贴心的是,这些目的地还为中国游客额外推出支付宝架与中文服务, 且全球已有80个机场支持支付宝,实时退税,扫完码钱,直接退回支付宝。 移动支付不仅改变了国人的旅游方式,还影响着中国游客的旅游偏好,行为和消费模式。 第三方,支付加速出海,从亚洲,欧洲到大洋洲,处处都伴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加,改变着当地商家的销售和收款习惯, 也让中国的移动支付企业,不断地在海外发展,以适应更多的需求。 无论是支付宝、微信,还是其他的支付方式,都在不断地被应用。 近年来,第三方,支付加速出海,比如,微信支付接入的国家和地区, 已取得了马来西亚的支付牌照,并据银联国际消息,银联国际近日与Luzkart及其成员银行Aloka Bank签署合作协议。 到2021年底前,Luzkart将把1000万张Luzkart卡换发为银联Luzkart芯片卡, 这将是乌兹叠克斯坦首次发行银联品牌工资卡。 Aloka Bank则成为首家发行银联Luzkart芯片卡的银行。 然而,要想让老外爱上中国移动支付,还有一段路要走。 目前中国移动支付走向海外,主要还是围着中国游客转。 中国移动支付如何更好走出去? 人民大学重洋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妙认为, 将中国移动支付产业标准更好地进行国际化,尤为重要。 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在具体细分领域上拼得很厉害, 但是对标准输出和国际化语权的争夺还不够重视。 其实这个,才是真正影响自身走出去的核心。 董希妙认为,中国移动支付企业,要从支付形态的输出,上升到标准的输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